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有点失落 将军的兴趣就下降了一半了 我特别崇拜文道 不敢 老看他的节目 他的著作 但是我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台还有军事评论员 您对他们的水平怎么看 你怎么这么问 我的习惯是从来不评价同行 这是一句话 你看我从来我没评价过同行 再一个 我听说他们的收视率是你们台湾 是不是跟你们并价齐驱的 您真会说话 您真会说话 他事实上是第一 第一 这个就说人们对这个军事 我电视观众当中这个军事迷 不可思议 我们这个节目叫军情观察室 其实做的也不怎么样 做的很好 但是多少年雷打不动的 他就说他是从来的第一 就全台收视率 我们大家互相比都是从第二开始比 就因为他军演第一 他们说这叫什么 这叫一种不可逆的收视 就是说他就是喜欢军事 除非有一天我们尺度更大了 准许做坚勤观察室 对 快点水出来 胜过的 但是强强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吗 您有没有体会到 就人群当中 好军事这口的人 这是相当的 而且相当狂热 军事他是这样 我专门做过研究 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节目 我今年做这个军事评论节目 是21年了 这比我们节目历史还小 你节目是15年 你节目是15年 我是1992年 当时中央电台有个军事天地 那个时候中央电台 一共没几个台 中央一套做军事天地 军事天地第一个节目 是36级古今台 以后慢慢慢慢讲一些兵器 什么的 那么他这个东西 他是这样的 他本身军事 他神秘 普通老百姓不知道 你一般的知道 也是搞不太明白 所以他有神秘感 再一个的话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这个知识 比较复杂一些 知识比较复杂一些 你自己看一些东西 那是爱好者 一些爱好者 你想很深入的了解他 也很难 这个因为他最底层的是技术 武器 打仗 战略 平常我们看的一些新闻 好多都是战略比较多一点 这热点了 那危机了 这个比较多 所以想把这个事 从纵身给他弄清楚 横的 纵的都搞清楚 不是太容易 而且你说 他这个央视的这个军事评论 其实跟这个凤凰的军事评论 他也不一样 你像我们那个家药 那感觉是 每周宣布一次战争开始 我们老在公司里面笑话他们 我们说我们董家药是每周都巴不得要战争要爆发 那个感觉 我每次在走廊里碰见他 我说会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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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不敢这么说 那不行 那有要求的 家药不错 我有一年大公报一百年的时候 他们邀请我到香港去 正好家药在现场采访 他说走吧到我们那去看看 然后他还给我买那个票坐船好像 到你们那个办公楼 我一看我以为父皇好大楼 听说你们现在盖大楼了 当时还是小楼 对 就两三层 租了几层 租了几层 对 家药不错 家药这些年真是 现在是做做出名来了 对 更得请教您了 对吧 您说这个平常经常他就讲的很多这个话 现在在这个网上也成为很多话题 说您风格也有一个变化 开头您说的很严肃 但是后来有的军事迷觉得 您也有点什么演绎 您觉得是吗 他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在央视 他有一些个有时候有一些要求 有些要求 比方说像我们身份也是这个 就是我们现场说的时候 你看咱们节目也是录像 但是我平常做的好多节目 它是直播 直播的话 那你说的每一句话就出去了 就不能下来了 就出去了 直播有直播的好处 就是这样的话 我现场可以把我的话说出去 但是那直播有相当大的风险 你要说会打起来就无法挽回了 所以我们轻易不会说这种特别绝对的话 那么但是它有个好处 就是后期编导 他没法剪接我的话 陆播他有个什么问题 那编导说了 你可就是说 这个放开来说 结果说完了以后 他按照他的要求 上下三分一 对 全剪完了 剪完了之后 你这样的话 他就是很难表达 我想表达的意思 因为军事的事情 他需要一定的铺垫 谁又铺垫 上来就东东要打起来 打不起来 这样的话就不是太好 可是我好奇一件事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观众或者军事迷 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 你有没有比较过 是不是中国的观众 或者是一般的我们大众里面 对于军事感兴趣的人 是不是比例上会比别的国家多呢 其实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对军事感兴趣的非常多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 有历史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有上武的传统 像我苍州呢 你也要了 你也要了 我年轻的时候练 不光我练 所以你小孩都练 苍州好像都练 什么发跟头 耍跟头 翻跟头 耍棍棒 什么 这些都会 那是必须的 他有这种上武的精神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民族 遭外敌侵略 比较多 所以老百姓 他自然有这种 这种 这种忧患意识 所以他喜欢看这种军事 通过军事的强大 希望自己崛起 有这样 这和他们美国 英国 他完全不一样 不太一样 他当殖民地惯了 今儿打这个名 打那个 所以他不需要这样 那么我也到过 其他的一些国家去 你比方说美国 美国他喜欢搞一些 高层次的军事的一些思考 你像我 我比较熟的 就原来 科索战争总指挥 克拉克 空军上将 当时他 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 他到我们的学校去讲课 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 当时我面对面跟他交流 他退役了 他本来他当时想 想当参联会主席 结果因为跟克林顿关系不好 最后就是下了 下了以后 他就是 他就到电视台当军事评论员 就这人 克拉克 就是这个 就是美国的退下来的将军 他原来海外战争总指挥 史瓦斯科普夫是上将 是个陆军光头 胖了 一个上将退下来以后 你猜他干什么 参加美国的海选 从海选开始的知识竞赛 老头得第一名 美国你知道 他没有照顾不照顾这一说 你会就会 不会就算 我就说一个退休的上将 他有这种知识水平 相当厉害 另外 美国他是 为什么说他这个军事已经高层次了 我们中国还处于非常低的层次 他军队将领退下来 几乎说百分之八九十吧 他选择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都是在大公司的兼职 你比方兼这个大的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这个特别多 因为美国他要全球去投资 比方说美国现在考虑 要不要到朝鲜去投资 要不要到阿富汗去投资 要不要到伊拉克去投资 那是他们的曾经的战场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要对风险进行评估 那谁懂这个东西 我万一这个东西扔进去以后 这个血本无归怎么办 这就需要将军这些人 因为他美国的将军 他有一些战略头脑 而且他经过的训练比较多 到大公司来当董事长 他亲自拍板 还有的去给人当咨询机构 当智库 就搞这个 但是有一些个国家的话 他这个军事是不行 因为在日本 日本绝对不允许 谁出来经常办一些军事节目 因为日本他战败过 这是禁止你搞这个东西的 是吗 那是绝不可能 你上街 我到日本去 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人穿军装 在街上走过 我也到他自卫队 到他防卫省都去过 那是绝不允许的 他是绝不允许的 那还得了 但是不是说 日本有一些政坛上的人 他一直在企图蠢蠢欲动 就是这些年 让日本自卫队军队化 但是你作为军人在大街上走 或者是在那不停的办军事节目去嚷嚷 那老百姓是反感的 那是不行 包括德国 对 就是战败国 他也是不可以的 就是战胜国 他往更高层次 军事战略层次 国际战略层次 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大国 他的军事高级将领 他思考的是国家的军事战略 国家战略 国家的安全 这样的 或者怎么样更惩罚世界 这样的 这个日本和德国 因为他战败国 他就是这个军事 他不能太发展 那您说我们国家 这个思考水平比较低 是指什么 我们这个思考层次比较低 他出于什么 就是思考 说F35厉害 这好玩 F35这厉害 这个跟歼10比怎么样 歼10早就给打胖下了 说苏35最厉害 苏35要装点中国的电子系统 那比F15要先进四倍 中国预警机出来了 预警机出来了 美国那算什么 比美国要先进20年 就是网友他特别喜欢 基本上还是类台武器 武器比较 喜欢这个武器 就是拿美国一个武器 拿中国一个武器比 看谁先进 就是我的专业是军事装备学 我是这方面的博士生导师 也带博士后 就是这个装备 一个装备和另外一个装备 可以静止的比 但是静止的比有什么用呢 你在拿两个装备放那 他靠人开始飞机去 对不对 开始坦克 开始飞机去打仗 要把人的因素 战法因素加进去才行 要有对抗 要有战法 你说中国军事迷网友 他经常会感兴趣的 就是比如说 中国的现在的军力 军事水平 假如跟老美打 对吧 咱别说全面的 要是一个小的局部战争 是不是咱们完全不是个 就是完全没有跟老美抗衡的能力 就是你说的是一派的观点 就是唯武器论 就认为我们的武器装备 总的来讲和美国比的话 是落后十年到十五年 总的来讲 当然有个别的比它差距小一点 比方说航天 我们的载人航天 整个的航天 航天带动我们二炮 因为二炮和航天的技术差不多 这方面比它要短 比方说差距五年 也不会比它强 你比方美国载人航天 肯定比中国早 对不对 往返航天 你这样的话 就是说总的我比美国是落后的 这肯定是落后的 那么但是的话 另外一派的观点 比方说我个人的观点 我是军事装备学 这方面的话 我就说不能说装备落后 我们打起来就打不过人家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 就是一列甚优的历史 我们二十二年 从土地革命战争 到抗人战争 到解放战争 全都是用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刀枪棍棒 小米加步枪 最后大 您觉得今天还真行吗 靠小米加步枪 人民战争 能跟美国练 好多人问我 现在人民战争还有用吗 我说这个人民战争 不管到什么时候 它仍然有用 人民战争它两个层次 可以理解 就是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这是一点 就我为什么打这个仗 我为了人民的利益 你要抗人战争 我打赢抗人战争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打赢这个战争 是依靠人民群众去打 就这两点 你说它武器再发展 不能是人民战争就没用了 而且还牵涉到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 人民战争通常是在一个被入侵的状况下面 发生的战争 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进行的战争 整个局面会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越战 像当年苏联进阿富汗 这都是一些超级大国 用超强的军力 打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个 比看起来很弱小的地方 那最后都不怎么样 但是张老师 我可也听说过 您也有这个说走了 说看走了眼的时候 说是当年这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对 您说这个美军绝对进不了巴格达 会陷入这个这个伊拉克的人民战争 汪洋大海之中 结果最后美军就进了巴格达 您这个 您这人民战争 至少在伊拉克是没戏了 伊拉克当时 它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当时我判断 我判断的并没有错 因为伊拉克 我在那生活工作过两年 做翻译吗 我当翻译 那会儿26、27岁 我知道伊拉克的情况 伊拉克的情况 当时我在的那个时候 人民群众对萨德姆还是挺好的 你比方说 它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你比方说 25、26岁到30岁的这样的年轻人 他有一套房子 两层楼 一个大院子 每个人一辆车 全是宝马奔驰这样的 可以 挺有钱 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绝对超过我一年的工资 就当时的情况 而且全民的免费医疗 你不管得什么病 就不用花钱 就烧油干什么 不用花钱 汽车 你随便加油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孩从幼儿园 到读完博士生 一分钱不用花 你起码这些个 他是可以的 所以说 这个根据这些东西的分析 老百姓对萨德姆 起码当时还是可以的 他最后我就一直 我当时就说 对不对 我说这个美军进城 老百姓是反美的 美国不可能 这么轻而易举去进城 我是有我的理论的 最后 就为什么突然进去了 当时我的判断 就是有人下命令 比方说军队 他不是说 有人在抵抗 有人在投降 而是统一都消失了 这肯定是下命令 才有这个状态 那么谁下的命令 这是个问题 比方说 共和国卫队 谁下的命令 那么以后 我就查查不着 就过了两年以后 他有个伊拉克战争 总指导 弗兰克斯上将退役了 他退役了 就可以写自传 他这个自传 写出来以后 他这个写那本书 叫美国一兵 美国一兵 这哥们他就把这个过程说了 就当时知道这件事的 就是美军进城以后 怎么收买他 这件事的人 没有几个人 美国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 他老百姓 这个像斯诺登 他是老百姓 他不是军人 还有一些军队的情报 情报部门 那么在战场上 军队情报部门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在他进攻方向 就从科威特 一直到耶拉克 这个这条公路 当时我就走了很多 这条公路 一条高速公路 这条公路旁边 驻扎的耶拉克的旅团 军一上的指挥官 全被收买了 就他的电话号码 就随时打电话 就美国说 我不要求你别的 我通过的时候 你不在 你消失 你愿意回家回家 我记得当年的 这是个谜题 就是说打了半天共和国 卫队在哪呢 就不见了 你们记不记得那时 这真是个谜 他就消失 就不消失 还说是保存实力 你消失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消失 你忘了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抵抗的 对 打了很好 以后美国就开始搞心理战 搞舆论战 消失那给我多少钱 那就要谈钱 那下面谈钱的 肯定给钱 打到提子里地 打到包围巴格达的时候 打到包围巴格达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正好在直播间 直播间就是那个 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约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去进入了那个花园广场 而且那个广场我还去过 就是花园广场相当于 北京一个街心公园那样的 街心公园 数着萨达姆的同样 就是 然后坦克 好像洛杉队的坦克进去了 进去转了两圈以后 坦克就 上面士兵就 一进去的时候 我看就不对 因为他把盖子都打开 士兵都露出脑袋来 怎么可能这样 这你进入一个陌生的一个战场的话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 当时我直播的时候 我是怎么脑袋都露出来了 那高楼周围都是 你这一枪一个就打怎么办 最后干脆不是露出来了 都下车了 下车了以后一会儿 就有人爬到萨达姆那个同样去 就可以套上来拽 拽不动 拽不动以后拿那个铁链子 就算他坦克上拽 这都是美国准备好的 那些人也是流亡那些人 给他们接回来的 那是 那是个表演 那是个戏 真的是表演 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个戏 当时我就看着有毛病 对不对 以后就是提个礼地 就是这个萨达姆的表弟还是表哥 这个人呢 他是共和国威的司令 就让美国给买通了 买通以后 他说给我什么代价 就是这好几码代 这个美元都给你了 给你以后家人 C130军用飞机 就停在萨达姆国际机场 给你接到美国去 现在这哥们估计在美国过得也不错 一整容跑美国去了 你走你的 但是你必须下命令 全部投降 化军为民 走了 就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美国兵部学任 就进入巴格达城 但是你知道 你再往后看 过了几个月后 就出现费路杰学战 费路杰学战跟美国决一死战 那次美国死了好多人 那次就是老百姓感觉到 他们军队已经解散了 军队已经解散了 美军已经进了巴格达了 费路杰血战 那时候跟美国打了一仗 那是很惨的 他这股劲当时没出来 后边出来 因为军队是听命令的 他下面不知道 为什么让我们放下武器 他以为是一计呢 所以都放下武器 最后一看受骗 上当受骗了 费路杰打了一个 看来人民战争也有软肋 不能谈钱 人民不能被收买 当官的不能被收买 当官的一收钱 人民战争不好使了 是吗 这是很重要一点 所以说现在 去看广告张老师 您讲的很精彩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 咱刚才说的 人民战争也有碰到 美元不好使的时候 是吗张建军 不是我就跟你说 现在这个斯诺登 这个斯诺登这个事 为什么他比刚才 我说这个还威胁 就是说美国花了大钱 那个C130就用飞机 把提克里迪 从萨德姆国际上 给弄到美国去了 就是他的前提是 你下命令 让他们全撤退 全都化军为民 穿上老百姓衣服走 以后就不用这个了 像斯诺登 现在爆料的这个东西 以后他进入了 你比方说一个 一个司令的一个电脑 作战部约电脑 他给你修改你的作战命令 下面签字都有 然后就让你全军投降 几点几分之前 哪儿哪儿集合 怎么回事 他按照他的需求 下达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完全下达 就下面都以为是真的 所以说战争方式 这就是网络战 这非常简单 网络战争 而且再不用花钱 去贿赂那些军长市长了 对不对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老美 不是老说中国什么网络 入侵他们吗 后来人家说 他们完全是 就说贼喊作贼 就说实际上 美国才是网络战 这个理论和实践的 最牛的当今世界上 互联网一开始 就是他们的一个军事科技的 一个国防需要发展出来的东西 阿胖网 一开始 因为他从一开始 我就跟踪研究 而且2000年 这说话13年前 我写了一本专注 叫网络战争 美国赵年那本书 这么安排 当时很火 我的网络战争还没出来 第一天做了一个样书 摆在展校会上 一天边界告诉我 就卖出3万册 2万9千册是美国国家 就是13年前 你想想 当时我就说 以后这个战争形态 要变成网络战争 你想想美国 它一开始 一开始 它那个国防部 有一个内部的网 是绝密的 叫阿胖网 这内部网 它是绝密的 绝密了以后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他说 咱们把这个网 给它开放民用 就民用 军长民 民用 这全世界都怀疑 说美国怎么回事 怎么把军网开成民用 就以后 咱们现在要CDMA CDMA 这个电话你知道吗 在当时是绝密的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使用的标准的 标准的 这个军用电话 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 全都是CDMA的 就同时好几路电话 那一个电话 占线了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频道 这都是军用的 最后全开放 开放以后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开放以后的话 它就是说 让你老百姓 全都军用 把军用网开放以后 鼓励老百姓 它那个基础在他那 对 后门在他那 是什么 鼓励老百姓去 就是就像你 你抽大烟似的 先抽两口 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 下面就开始花钱了 又开始上演了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慢慢慢慢 一上了以后 它就开始收拾你 就控制 就开始控制